传载400家号作者,篮球新闻资讯高尔夫,在中国一直被称作是贵族运动,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尝试过拿高尔夫感是什么感觉吧? 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一点都不普及,大赛上的成绩自然也不好,不过我们虽然摸不到,但是可以通过电视看得到啊。 高尔夫比赛一直是关注度较高的一项运动,在昨日,中国高尔夫队就迎来了一个好消息,美女小将刘文博在最后打出第一标准感时感的成绩成功夺得了自己在大赛上的第一块银牌, 同时在团队赛中,也是表现出色,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很多观众在看到刘文博,是就被他的美貌吸引了,先不谈他就打得怎么样,暂时就凭颜值就能吸引一大波迷妹迷迪,今年只有17岁的他身高,却已经长到了1.82米,很多人还以为,是他是中国的超模呢? 其实从身高就可以看出,刘文博一定是出身在体育世家的,果不其然,小编在查看了他的资料,以后发现果然是来头不小,他的父亲是八一队的手球运动员, 而母亲则是中国女排国家的一员,相信那些年纪稍微大点的球迷,就会知道崔永梅这个名字,这位刘文博的母亲在当时可是主教练狼拼手下的绝对核心,作为以明星二代,刘文博在小学时候就对排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并且听取了母亲的建议,就读,日北京的某所拍球名像,不过没过多久,刘文博在一次父亲带他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发现高尔夫才是他最爱的运动, 通勤打理的刘文博父母,从来没有阻拦过刘文博的选择,这对他之后走上职业化道路,也是奠定了基础,从小就展现了异于常人的身体天赋, 他在高尔夫球运动上也是进步很快,在他14岁时就离开父母的照顾前往美国训练,刘文博的艰苦训练,也给他带来了机遇, 在去年中国高尔夫的某一场比赛中,刘文博成功的拿下冠军,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冠军获得者,刘文博母亲崔永雷,相信很多球迷在看到这里就会觉得,明明可以靠颜值吃法, 却偏偏还有实力,实在是人生大赢家了吧,今年来中国体育界也是涌现了不少颜值在线的美女运动员,不知道在各位看官眼中,刘文博的颜值可以打个几分吗?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